台作企业捐款10亿元给云林县政府 包括台西、麦辽等沿海六个乡镇的居民 不满多年来遭到六清污染以及公安威胁 却没有直接受惠 今天上午他们动员了千人到县政府抗议 要求回馈用在沿海建设 云林县政府赶在抗争前夕 提出了三原则四不取因应 希望能够化解民众的怒火 台西、麦辽、沦贝、东市、四湖、包中等六乡镇 动员上千人一车一车再往县政府抗议 台作捐款10亿指定新建布袋系艺术馆 国际会议厅合办农博 居民不满沿海受苦其他乡镇受惠 地方民态质疑 县府拿沿海居民当筹码 私下和六清要回馈 但县府澄清是常态性捐款 台速主动给的非不乐之捐 敢在抗争前夕提出三阶段四不取因应 强调会处理公害赔偿 环境监测以及回馈法制化 最终目标要六清2020年官场 今天十一天了 这里要许法主法 对咱们讲到 一边说你这边是勒索 然后这边又说我要分一点 这很奇怪啊 他们的诉求我们都非常清楚 我们也会努力来帮忙 县长苏志芬强调 没有一毛钱进他口袋 都汇入公库可受监督 银海居民则要求回馈正义 被污染十几年 要以一定比例优先回馈 希望县府和台速说清楚 讲明白 给个交代 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道